这真是瞎了眼 就是养草狗 还知道千顺主人啊 索徒 你是班超的第一罪人啊 康熙起炸 伸出吃奶的力气 朝着天牢的方向大喊 可能是用力过度 康熙有点大脑供养不足 一边扶着预案 一边喘着粗气 好不容易调好呼吸 转头又接着马 还有 李光帝 张婷玉 你们 你们长的是猪脑子 你们想都不想 索徒勾结诸三太子 篡政谋逆 叶熙皇家 这些能提吗 李光帝还在想 这些咋就不能提呢 又不是太子勾结郑成华 耿着脖子 跟康熙摆成 索徒认了 他认 真不能认啊 李光帝还想解释 而康熙却没给他机会 一个跟了本朝四十多年的心腹大臣 真的国障啊 到头来 他居然想弑军 大清的脸面何在 大清的体统何在啊 皇上 传出去 朕就是个昏军啊 你们听着 这二十七款罪 朕都准走 即使这样 索徒他就是 这么一万个脑袋 也不够真砍的 康熙的意思很明确 我岳父要害我 这事到此为止 只要是敢传出去 小心你们的向上人头 三分钟的持续输出 让康熙彻底虚脱 他双手扶着腰子晃晃悠悠的爬上高椅 换了大半天 他明白 作为自己的岳父 索额图纵有千般错 也终究是不能杀的 太子吓得不敢说话 可大阿哥一听 这老不死的犯了死罪 就判了个无期徒刑 那我舅舅明珠是不是还能抢救一下呢 花马 明珠审理所额图案 而臣以为 明珠此番 也属将功折罪 康熙眉头一紧 咋 你再教我做事 明着脚眼 也给明珠判了个无期 和所额图一样 在牢里 中阳天 这结果显然低于大阿哥的预期 但他却不敢再说什么 康熙处理完所额图和明珠的事 吩咐众人退下 但太子刚走到门头 就被叫住了 叮人啊 太子的脑袋嗡的一声 他知道 属于自己的狂风暴雨 终究还是来了 他小心翼翼地转身回来 跪倒在康熙面前 康熙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到今日为止 朕已经等你二十八天了 我天天盼着你坦白 又害怕听到你坦白 而你呢 整天装傻充愣 就跟没你事一样 你以为这事就完了 太子吓坏了 马上使出了自己的绝招 深情地呼唤着父亲 希望唤醒康熙的父爱 花马 而康熙却早已身心俱疲 斜着脑袋绿着脸 直接断绝了父子关系 你还是叫朕晃声吧 太子一听 又是一声 花马 康熙紧接着就问 你外公有二十七款罪 其中大半和你有关 我要你跟我说句实话 这么说 如果你平生只说一句实话 朕希望就是这句 左途士尊窜逆 是否和你商量过 康熙咬牙切齿地问太子 太子吓坏了 没看过三国的他 居然直接点头承认了 左途说 眼前之际唯有托付陈州 舍法让儿臣提前继位 康熙愣住了 何着不光我老丈人要杀我 你这个龟儿子也想弄死我呀 世间我知道 妈妈 朕不是你的皇妈妈 康熙眼神迷离 你下去 你不必害怕 朕不会再提起这件事了 下去 阴仁仁哭着退下了 康熙伤透了心 他跪在宿中排位前祷告 我当了几十年皇上 喝鹿血熬通宵 都是为了大清场 但这龟儿太不孝 不知廉耻 无可救药 近日废除皇太子 应仁 劝至宗人府 以免 疑惑大清后世 康熙说完全场寂静 只有大阿克在偷笑 引人万念俱灰 直接昏倒在地 两名侍卫上前 将初次被飞的太子 拖了出去 这种场合 这种环境 这种气氛 荣飞居然跳出来打脸 皇上 不能 不能啊 皇上 不能飞太子啊 这是老祖宗的意志啊 飞了太子 到时候就会九死夺敌啊 皇上 康熙恶狠狠地瞪着荣飞 把他压了下去 而一气风发的大阿克 转头就带着圣石 来找废太子文化 引人听直 朕问你 你有没有说过 我已经当了三十八年的太子 当到何时才是头 这样背逆的话 装疯卖傻的印人 也不知道看看三国 直接就承认了 奴才啊 奴才说过 但是奴才的原话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说的呀 大阿克见老二有点傻 就继续讨话 你的意思是 盼皇上早点归天 好让你继位做皇帝 是不是 不不不 奴才是有当皇上的念头 哪个太子没有这个念头啊 奴才万万不敢 盼皇上归天呢 皇上是奴才的话吗 大阿克问完话 没有再理会引人 转身就给康熙做了 主实禀告 我问他有没有说过 自己当了三十八年太子 啥时候是个头的话 引人扣手回禀 奴才说过 他真的这么说的 康熙还真没想到 自己的怪儿子都被废了 居然还能这么刚 可大阿克的回复 却是斩钉截铁 儿臣一字不易 确实是引人原话 引人还说了 哪个太子没有当皇上的念头呢 这个畜生 大阿克的恶意剑机 直接让康熙彻底放弃了引人 见时机成熟 大阿克为了太子之位 直接开启了 传说中的作死大法 花马 儿臣 愿替你行万难之事 万难之事 你的意思是 把他杀了 大阿克无比诚恳地点了点头 康熙的摇姬开始抽搐 一双牛眼也瞪得老大 晃荡着脑袋质问大阿克 你今天晚上一直在上传驾跳 教训你这些弟弟 你现在能不能跟他们说说 你为什么想要杀硬仁 孟子民设计为重军为亲 儿臣这样说 完全是 将你这般无情无义 飞扬浮躁 全力薰金的蠢猪 居然也想当太子 干脆一刀 把朕这个军事了 你马上可以登基 岂不更方便 大阿克侯吉的吃相 是一点也没考虑 他舅舅明珠的提醒 花马把引人恨死了 不可能再给他恩典了 皇上不给恩典 这父亲就难说了 这么多皇子中 皇上一直最爱的是印人 而且足足爱了四十年 可是恨才恨了几天呢 还不到四十天呢 没过几天 康熙就下职 让李光帝抄了大阿克的家 皇上口语 印氏了面中顺 内心如同虎狼 汉堡权威 不懂守则兄弟 可恨可怕 卓继剑负 宗人府全剑 从康熙二十一年起 大阿哥就暗中结交术士和妖人 诅咒太子应仁 期盼他邪魔缠身 不得好死 康熙正在擦枪 李光帝四季白猎地 站在旁边拱火 听了他的汇报 康熙直接笑出了猪声 二十多年前 那会儿大阿哥十岁 太子才八岁 二十年前 正是他兄弟俩最亲密的时候 言下之意 朕不信 可李光帝却自信地认为 没有自己办不到大阿哥 更为可恨的是 言无至于印府的东南角 其方位正对着皇宫啊 这下康熙笑得更开心了 一边玩着火枪 一边自我吹 怕什么 我有真龙护体 害怕那些鬼魅伎俩 可怜的是印氏啊 堂堂的一个皇子 竟然信这些下落的巫术 是啊 李光帝不由所思地 看了看康熙的绿脑袋 显然呀 他已经从雍正王朝的边剧那儿 得到了一些绯闻材料 而康熙一边扒拉着小纸人 一边念叨 纯笨又可怜啊 李光帝再次看了看康熙的大脑袋 是啊 印府被插烧后 其他阿哥们也惶惶了呀 据小道消息 自阿哥印针 巴哥印刺 都在家里焚烧往来书信了 康熙多惊了 马上就领悟到了 李光帝的前台词 你的意思是暗示朕 把他们的府邸都抄了 李光帝一哆嗦 我可没这么说 我只是打个小报告而已 康熙捏着纸人 也没心情和李光帝扯淡 摇着头 叹着气 不抄了 一个都补偿了 当即下旨 通知所有阿哥 让他们安心做事 你们是你们 大阿哥是大阿哥 然后你再去趟丛人府 把废太子的家所去了 赵太医给他瞧瞧病 他有冤屈呀 李光帝懦懦地退下了 康熙将纸团捏在手心 又转头扔掉 康熙知道 已经不能再留着他了 隔天康熙就叫来李光帝 一边剃头 一边跟他聊天 说台旁支县 魏东廷要告老欢乡 可新任支县的 年轻浮躁不说 活儿干得还不好 李光帝的眼珠子一转 当时就明白了 臣愿做台棚支县 你知道朕为何给你 贬到台棚线 请皇上示下 你用心狠毒 但才能捉住 用你除恶 你是把好刀 但要用你行善 那可就难了 李光帝信誓旦旦地表示 臣知罪 但臣无悔 可康熙接下来的话 却把李光帝吓得够呛 有一点你可以放心 朕将给你三尺黄土 够你日后安葬 朕绝不食言 等着你回来 李光帝咯噔一下 闭上了盐 真是先让我过去 解决掉麻烦 然后找个机会调回来 最后直接 把我埋了呀 臣 斗胆起皇上凯恩 不要再让臣回来了 臣愿在台旁 当一辈子支县 康熙一听 嗯 不错 小伙子还有救 扭头瞅了他一眼 朕 大应你 李光帝赶紧谢恩 扭头就走 脖子上冷汗直流 后背都湿透了 康熙目送着李光帝离开 转头吩咐李德权 让他去做完寿命 寿命 奴才舒服了 今儿是兰奇尔的生日 给容长在野送一碗 记着 别说是朕说的 父母呀总是这样 永远惦记着 远在外地的子女 连康熙也不例外 而他不知道的是 兰奇尔死时 正在回京的路上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就有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实在这里 先行谢过了